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平心不做亏心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半夜敲门也不惊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所谓生死有命 富贵由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以上种种疑问 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Hello 大家好 到了第22集的原来有恩 眨眼做了二十多集 很快出来 今天已经很齐人了 你们两个都很齐 是的 师傅 两个都没工作了 今天特别请假 你回来准备 那快点和观众打招呼先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是 可能你和阿荣一起上镜了 你们两个一起上镜 就会摄劍唇枪了 所以我要分开你们 我要坐中间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是这样安排的 嗯 那我们今天呢 讲的题目呢 其实我们上一次呢 就请了李南刚师傅上来 曾经讲过一些 关于股票的情况 但是真是不幸运 真是中了 真是中了 是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听到李师傅所说 走不走得切 走不走得切 还有能不能控制到场面 那今天呢 我们讲的题目呢 就和股市无关的 嗯 我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关于地府的 那不知道之前呢 我曾经接受过一个 网台的访问 都曾经访问过一些 游地府的东西的 那其实我为什么今天 我都会在这里讲呢 其实我 有时候呢 我做节目的时候呢 都曾经有时候 都会讲过一下 有关于地府的东西 那但是因为地府这个字 这个字呢 是比较敏感 就是有人会觉得 其实有没有地府这个东西呢 其实会不会是你们迷信呢 那所以对于这个话题呢 我都很少说很刻意去讲 那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觉得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都无妨是不是 昆昆 是啊 那其实你害不害怕呢 听到地府两个字 小时候说 未学神功之前 地府对我来说 有很多幻想的 很多幻想 那我小时候呢 都去过我们香港以前的虎炮别墅 你是不是因为就是去过虎炮别墅 而给它有个阴影 你会觉得地府就是这么恐怖呢 令到我有画面 以前只会幻想 是的 但见过之后 就令到开始幻想加画面 其实我们小时候 我也有去过 就是我去到呢 我真的感觉很害怕的 因为看到那些欧利根 那些又扔下去了 蛇那些池 看到是回去做梦的 其实妈妈就不太让我去这些地方 但有时候中学的时候 和那些同学仔 都会有去的 那看完回去 都是常常有阴影的 就是常常会想着 是的 阿榮呢 阿榮你有没有去过 你也是香港人 我也是香港出生的 其实就不是在深圳师傅找我回来的 那位A过抽管 才是在深圳找回来的 是的 那其实你小时候呢 他有没有害怕 我小时候也跟爸爸妈妈去过 呼喚别墅 但我觉得你不会害怕 你很大胆的 阿榮很大胆的 他没什么要害怕 只是害怕你 没错 不是啊 他也不害怕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师傅 我想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最近的情人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不好呢 常常都会叩咐我 因为你知道 师傅有时在这个馆里 好像太上网那样 没有什么人敢叩咐我 但是阿榮有时会很好言圈奸 有时我熬夜 或者我有时常常上网 玩手机不睡觉 他就会很兇 师傅你要睡觉 你不行 他会反过来很严重地跟我说 其实他也是很容易地骂 不是骂 就是严肃一点的劝奸 有时师傅 有时在街上 你很心急 有时要回一些WhatsApp 是 就是在街上拿着手机走 我觉得很危险 是啊 他很稳定 担心师傅 你挂着看手机 有时不小心知道 各马路的车是危险 所以我就有时着急了 是啊 因为你要记住 我们Goodshow TV的总监 Simon哥哥 常常都说 你不笑的样子是很凶的 所以如果你很serious 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会有点害怕 我会不会好像很兇 那么害怕 师傅姐 先公开跟你说 抱歉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不是真的对师傅的 就是有点欲 你是对个人都兇 不是 不是对个人都兇 可能在人生里面有二十年在懲教署工作 可能他工作的时间会有点很严肃 就是习惯了是吧 喂 我也做过懲教署 我和一些侵犯人很好的 很亲密的 就是我会和他们好像朋友那样相处 师傅不同的 你的姿势的方位不同 你的方位是有些技术上的交流 音乐的交流 我们是纯粹管理这个秩序 不是 那时我不是听那些师傅说 要和他们有时扮朋友 帝智燕给他吃一下 等他合作不要搞事 首先说帝智燕给他吃一下 如果联署人员听到 他立即会找你调查 这个敏感题目先期 不要说 是啊 其实你说是否会和囚犯聊天 其实事实上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管囚犯 必须知道他的心理状态 他有没有不开心 最近有人探监 知道他在家的近况 而影响了他在浴中的生活 为什么情绪 会不会和人激动 去打斗呢 就是很多原因 我们都会了解的 而且有些师傅更重要 说这一份 有些囚犯在浴中会怕鬼 怕鬼 还有要求转房 是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 都会讲一下 会讲到地府 无端端又讲到监狱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地府是一个监狱 是啊 是的 其实他会觉得 那些鬼不是那么轻易 可以出来的 因为一落到人死了之后 一落到地府 就被鬼差拉了 拉了下去之后 就困住了 然后盐狼王就判你 你要做畜生 还是做人 还是怎么样呢 会认为是和监狱没有分别的 但其实实际上 就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 是啊 是的 其实就等于是 陰间和阳间都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地方 这个阳间就是我们洋人住在的地方 陰间是阴人住的地方 而至于你们心目中所说的那种 坐牢 那种监狱式的 其实那里是属于枉死城 是两样东西来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清晰地和你们说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混淆了地府和这个枉死城的分别 那为什么呢 那是怎样去分别 是哪些人会去枉死城 哪些人去地府的呢 那坤坤 你都可以讲一下 其实什么人是去枉死城的呢 如果呢 基本上是跟开我们原来有一个节目的人 其实我们之前也提过 我们其中一集是讲枉死的 那很简单 枉死城这个地方 就是给一些枉死的人 枉死的人 因为他是枉死 那他就要 无论是任何枉死都要到下面 受一个叫做懲罰 就是有一个年期了 譬如你说 那当然枉死是有缘有因的了 为什么你今世会枉死呢 就是你上一世可能带下来的东西 而影响到你这样 没错 因为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 哇 他已经无端端被车车死 无端端是一个意外死 为什么还要去枉死城呢 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惨 那其实呢 是因为恩果 嗯 其实什么都是讲恩果的 对不对 那其实尤其是阿荣 你们以前你曾经学佛 那其实在佛家里面 恩果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佛学来说 最主要的修行 都是说恩果这个观念 没错 比我们道家是更重视的 是的 其实你说佛家来说 是有一个叫做六道轮回的范畴 是 那这六道轮回的范畴 是根据我们这一生人所做的善业 嗯 而恶业呢 决定你下生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渠道 嗯 没错 那如果你有修行的 譬如我当然有些是 信佛教也好 或者信其他宗教也好 如果你有修行修得好的 就去回你自己信仰的那个天 是的 那如果没有修行 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就会根据六道轮回去求生 没错 那如果你做得好的 有善业的 做得很多功德的 那你去天界 先享受天福 但是呢都有个限期的 那限期受完之后呢 就会回到人间再重新开始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做人了 那他虽然有功德 但是未能够享天福了 那可能呢就做回一个人了 嗯 那再次一点了 就是做阿修罗道 嗯 阿修罗道呢 他是 其实他是天界来的 但是天界之中呢 他是一个很 有斗争的天界 为什么呢 他在凡间里面呢 是有善事 嗯 但是脾气呢 正如所说那些人 很暴躁的人 嗯 所以呢 这个人呢 虽然他有做善事 但是由于他做善事之中 有另一方面的行为呢 就是他常常去猛争啊 暴躁啊 所以死了之后呢 虽然有功德 但是他去一个阿修罗道呢 那地方都是天神 那地方都是天神来的 但是呢 就会暴躁些 很喜欢战争和打仗的 嗯 那到最后都是做人的会 其实这六道轮回里面呢 都是一个限期的 哦 年期到了呢 就会转世的了 那接着再次一些了 就到地獄道 接着到饿鬼道 和畜生道了 嗯 那这六道轮回呢 都是离不开的限期 那限期完了之后呢 就会重新做人了 那重新做人之后 会是怎样呢 那就根据你之前的业历了 譬如说你之前完全没有做过善事的 那当然你出生之后呢 那个地点 分分钟可能不是香港啦 可能非洲、埃塞俄比亚啦 就是比较一些 那些贫囤的生活 是的 那些的地方 如果生前是有做过一些好事的话呢 那可能出生的地方 比较会享受好一点 可能去欧洲、美国那些 或者一些天气良好的地方 不用怎么做 搞金锁匙那些 甚至乎做了富商的儿子 那样 那就决定了你来生的去向 做了师傅的儿子也好 做了师傅的儿子也好 做了师傅的儿子也不错 是 你肯定前生也做过不少福的 是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很惨 我们小时候 一般都是 就是属于家庭是普通 又不是说什么很有钱的那些 那我们是否前世收得不好呢 不是的 阿榮跟我说过 有些收得太好 今世是收了今世 就要上天那些 是更加辛苦的 是的 可能收了今世 其实突然间阿榮解释得这么清楚 我突然觉得他好像一个政务官 在讲现在的法例给你听 怎样怎样呢 就去哪里 怎样就去哪里 我突然觉得他真的说得非常清楚 你们听不听得明白呢 其实我想主要告诉大家 其实在和佛教理里面说 你不需要有任何宗教信仰 你不会因为信了佛而得到利益 就算你不信佛 都是因为你的恩果和善业 要判断你自己将来的去处 就不是神判你的 是你自己判决自己的 没错 不是我判的 不是好像昨晚的地獄判官 地獄判官 真是好地獄式 昨晚那件事是我们 他兵蟹像那个 卡拉OK 卡拉OK大赛 是的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说 土神土神 我们每一间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安住 门口土地的 而门口土地又怎样得来的呢 究竟它是属于阴人 还是阴神 还是属于神仙呢 你们知不知呢 坤坤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门口土地呢 简单一点一句 门口土地呢 其实就是一家一主的 是 首先这个 你的土地和旁边的土地 是不一样的 不是同一个土地 是 门口土地的 意思是 师父你是问他是神 还是阴灵 是的 其实他是一个 生前是有功德的 没错 但是他又未至于可以 做到一些神仙 或者是小仙 那他就要做一个 叫做门口土地的位 来给他继续修炼 没错 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人 他本身的为人 非常之慈悲 很善心 但是他也没有说 刻意去归佛 或者是信任何的宗教信仰 而他的行为 他自己本身的修为是非常之好 但是又未可以直上 三十三天 或者未可以直上去到佛道 那就会被一官半职去做 那就变了做土地工 没错 所以我常常有跟一些善信说 如果我有时 我们会帮别人去开光 家庭安家臣 比如安官圣菩萨 安了个地主 安门口土地 如果万一搬屋的时候 他的地主工和他的家臣 都可以重用的 但是这个门口土地 就一定要重新安置 因为就是每一个地方不同 就像刚才法昆那样说 就是每一个地方 都家家有主 都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土地工 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不同 就好像我们其实之前 我们也有说 如果一些人 他逝世的地方 而他譬如在香港死 如果你说 他突然间你想将他 带回去美国 和一家团聚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 法科的仪式去做 你才可以将这个先人 就顺利地带到美国的 如果不是呢 他们给我们的土地 是不会给他去过关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的 就算你在北角到铜锣湾 你北角的土地 都未必会批准那个先人 就会去铜锣湾 那铜锣湾的土地 也都未必批准这个先人 会进铜锣湾 所以其实是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土神 那个土神就是属于 那里叫做大阿哥 就是管轄的地方 就是那个area 但是那个是小的area 那很多时候我会发觉 有些人会将土地工和百工 是混乱了的 是 明明你可不可以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百工 什么叫做土地工呢 简单的土地呢 就是门口土地了 是 每一家每一户的门口 最外面的那个 就叫做土地工了 是的 通常一般来说 都是放在门外面的 但是有些人 因为可能门口现在不方便 或者安置不了 就有些人 唯有是放在屋最外面的位置 这个是最肯定的办法 但是百工呢 其实应该是放在屋里面的 就不可以放在门口外面的 百工其实等于地主了 是的 就是地主工 是比土地工第一级的 没错 其实他是土神之首 其实百工就是管了 所有的土地工的 而他是属于地主 地主工 就是大地主 也是福德士工 那福德士呢 其实他是管财的 也是管音财的 那所以我们如果家里 一般我们有做生意 或者家里有蓝丁出去找食的 我们家里都会安置地主工的 那就是 他是属于我们的财神 那我们就是去找一些五方的偏才 那些 我们都会去拜地主工的 那如果我们说 真是做一个正财 或者我们真是正式做生意 或者我们想拿一些正财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拜什么呢 当然是拜我们的赵公明爷爷 财神爷 是的 是的 赵公明爷爷就是我们的武财神 那其实财神呢 先神里面是有分两个财神的 就是分文财神和武财神的 武财神呢 就是赵公明了 赵公明呢就是五路元帅 即是说管五方的 東南西北中方 管了五方 那所以如果我们做生意 或者做偏門的人呢 我们就会比较会多 拜这个武财神多了 赵公明 即是圆弦伏虎 那但是如果呢 一般呢 正常的家庭 我就是想希望 那些子女啊 每个都找到吃啊 我们家家健健康康啊 那不用说要怎样大发达的 那但是我们都想接正财的话呢 那一般的人就会拜文财神了 那文财神是哪位啊 就是比干 比干知不知哪个呢 你们有没有印象 看过这个封神榜啊 那就是七竅玲珑心 那就是比干 那就是文财神来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分 那如果我们真的家里 有安静神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安地主公 因为地主白公是管五方五徒 那而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神的话 那我们说呢 座位呢 必然有八公呢 是去管 就是去欢迎 刑价 刑价的 那还要安手谈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不说你们不知道啊 其实八公呢 它是能够上天落地 出入幽冥的 它是很大的 它就跟普通土神不同的 因为它是管五方也都管了五方的土神的 那它是属于一个地下的阴神 那而它这个阴神呢 是非常大的权力 它能够可以上天落地的 那所以呢 在我们如果家里有供奉到祖先的话呢 那那些祖先会是 那你家里有一个祖先牌 那你找法师开了光了 那请了祖先归位了 那其实祖先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在你家里呢 不是的 祖先会每一天都会是 由一个途径去回到你家里的 那由哪一个途径呢 那途径就是 师傅你刚才所说的八公 是的 就是当你的地主爷爷了 怎样回来呢 是否八公亲自和你去接那些祖先回来呢 当你一些有能力的法师 开了光之后呢 那他就会在那里出入了 没错了 即是门口 是的 其实八公的地主那里 就是有一个所谓地獄门 所以那些阴人呢 就要经过那条路 才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受伤火 那所以呢 八公呢 是管轄了这一道 所以你会发觉 你们的地主那里 会写着五方五土龙神 前后地主才神 那其实呢 前后地主呢 就是讲前我们的前的土地 土工 前前的土地 和后土 那属于五方五土龙神呢 其实呢 在五方五土里面 其实是有五条龙的 那你见我们有时候那些地主 拜地主公呢 有时候我们是都会有一份宝 那份宝粥里面有五条龙的 是的 那就是代月表五龙的意思 那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有些人呢 譬如要和我们求助 说地盘那里 时时有人受伤啊 怎样的 找我们法师去帮忙的话呢 我们跟他去做呢 就是做一个叫做祭地龙 那我们在道法里面 成功方面呢 我们是会有一个道法 就是有我们的法门 是做一个叫做 拜五方祭地龙的 那做了这块地方之后呢 这块地方呢 就会很平安 那就不会再有任何的 损伤啊 死伤那些这样 那其实我们就 为何我们讲起地府 就扯开了这么多话题呢 其实 在讲地下 我们就自然讲起就是阴神 阴差 那很多人都很好奇 经常都会觉得 究竟是不是真的人死了呢 真的会有阴差来捉的呢 我最近在Facebook呢 我看到有一张照片 有人就在马来西亚的地方 他说发生了一宗车禍 跟着呢 就有人 那个记者来了 有些人在那儿拍照 整架车反转了 那个司机也死了 而有人在那儿拍照的时候 那一拍就拍到 刚刚有两个鬼差 额头又凸出来 又蓝发红布 上身没有穿衣 拿着那些丫叉 就去捉住了这个死者的 那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呢 其实表面上看 就是跟我们所知的知识里面 是吻合的 是真是会 鬼差的那种类型 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也有人会说是假 因为看到这两个鬼差有影的 那其实究竟这张照片是否真的呢 我就不敢肯定 但是他做出来的效果呢 就其实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就好像是我们一直以来 所知道的东西 但是你们看不到的 是的 那所以呢 有些人就会在Facebook 都有问师傅 师傅 那究竟人死了 究竟是牛头马面来抓 还是鬼差抓 还是所谓有些人就说地獄使者 究竟是哪一犯是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 这些鬼差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牛头马面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地獄使者 招魂使者 那究竟是谁是对的呢 那其实呢 就是有一个真正的答案的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 回来告诉你们 究竟 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头 债有主呢 平心不做虚心事 究竟 是不是真的 半夜敲门也不惊呢 我们 我们 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 或者十方众生呢 所谓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 没得改变呢 以上种种疑问 恩法清师傅 会为你们 一一解开 Hello Benny 你好 今天是我们恩师傅 哈冰蟹像 开张大日子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想和恩师傅说一声呢 首先恭喜恩师傅 就是我姐姐 生意兴隆 财源广胀 最好是分店 遍布东南亚 是吗 有你的照片 有一张照片 就要遍布东南亚 和全球 充足香港 没错 我看到今天恩师傅 这里的装修 非常之特别 我看到全部都是用 紫色的梳化 椅子 来做主题 真的很美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颜色 我相信 甚至是六张桌子 因为都是他的幸福号 明白 明白 你真是恩师傅的弟弟 好知恩师傅的心意 没错 至于食物质素方面 你今天品尝了 师傅的点心 你觉得又怎么样 没得谈 不用问的 一定是好的 好啊 我刚才品尝过 恩师傅的点心 非常之好 是没有油份 绝对和外面的食店比美 是绝对一流 是一定 还有我作为一个臥底食品 一定是好 没错 那我们不如再次祝福恩师傅 生意兴隆了 好吗 好 我们一二三 生意兴隆 Hello Gina 你好 今天是恩师傅 哈兵下场的开张大日子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想和恩师傅说一声呢 我认为一年时间 我认为一年他都帮过我 当我困难就帮过我 所以我都很崇拜他 今次他开张 我希望散意兴隆 大家多来吃饭 饭真的好吃 好啊 你觉得这里的装修漂亮不漂亮 我喜欢 因为我自己都喜欢紫色 浪漫点 而且这里很骨子 对啊 我自己都很喜欢紫色 而且来到呢 觉得很舒服 对很干净很舒服 但是食物呢 食物觉得好不好呢 刚才我吃啊 很好吃啊 因为他 但是今天早上早上 所以未开胃 但是我已经是 没试过之后都吃那么多东西 第一次真的很好吃 很有水准 很有水准 而我们也是品尚过 恩师傅的点心 和炒分面 和外面的食店真的预众不同 我都很期待 对啊 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到 恩师傅的蝦冰蟹像 来光顺一下 是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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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又师傅 又契女 她真的做什么都很精美 打算得 所有的食物 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好 所以蝦冰蟹像 她的名字 真的觉得很好啊 那些蟹像又漂亮得不得了 那些蝦也是很漂亮的 她各样都是很特别 而且那些材料是很新鲜 尚成的 而且她找到的花膠 她要找到很漂亮的 那没有人那么捨得的 但是我 阿欣师傅 真是很捨得 所以你们给这些生意来 蝦冰蟹像 没错 我亦都看到 夏卫BB和阿欣师傅 今天的服饰是一模一样的 颜色都非常配 非常配 喂 是没有夹定的 你心有灵犀 可以了 所以感情非常好 大家心流灵犀 真的没有夹定 今天很感谢 契妈过来捧我场 其实 你也知道 因为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食物 但好不好吃呢 又要另计 所以我其实是想 有一个地方 很优雅的地方 给我的好朋友 可以吃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我是不惜公本 最重要是大家觉得是好 希望你们多点光临 一定的 地方又舒适 入到来 真是个人 很精神的 吃东西都很开胃 多谢 多谢你的金牌C2A大姐姐 多谢 我刚才都品嘗过 欣师傅的点心 还有炒粉饭面 非常之好 和外面的食店是如种不同的 希望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也要有时间来帮衩我们 欣师傅的哈冰蟹像 你千万不会有酒保的 多谢 多谢 OK Roland 你好 今天是欣师傅哈冰蟹像的开幕 大家指望 有什么恭喜的说话 想和欣师傅说一声呢 恭祝师傅 所有东西都是原来有因 所以 现在祝你生意兴隆 分店多到全港狗 一定有一间在大家家附近 恭喜恭喜 非常之好的祝福鱼 好啊 虎仁 我又想问一下 今天这一道环境 你觉得如何 很好啊 因为其实呢 我自己都和师傅一样 很喜欢紫色的嘛 所以呢 师傅用了一个 他最喜欢的颜色 去装修这间餐厅 还有呢 食物相当之一流 因为真的 不是说因为认识师傅而炸 因为如果真的 真的好吃的话 值得推介 刚才吃过很多不同的菜 真的有 哇 超级十粒星的推介 没错啊 我刚才都品尝过 一些点心 一些炒粉面 非常之好 和外面的食点 是与众不同的 是啊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 快点来 虾兵蟹像来试一下 没错啊 好期待你们的光临啊 耶 耶 哈啰 哈啰 阿龐哥你好啊 我们今天就是 虾兵蟹像的开张大日子 有没有一些恭喜的说话 跟我们恩师傅 虾兵蟹像 说一声 祝他大戰熊徒 黑似云来 亦有这种生意 没错啊 那你觉得这地方的环境如何 不错的地方 不错的地方 这些食物好好吃 有些东西 我刚才都品尝过 里面的点心 或是炒粉的臉非常好 是的 一定要來幫忙 希望大家可以多來幫忙 謝謝唐哥 究竟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冤有頭債有主呢 平心不做虧心事 究竟是否真的半夜敲門也不驚呢 我們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或十方眾生呢 所謂生死有命富貴猶天 是否真的無法改變呢 以上種種疑問 恩法清師傅會為你們一一解開 回到第二部分的原來有因 剛才我們就賣了個關子 就是關於有善信和粉絲問我 師傅其實經常都說 牛頭馬面會來押那些先人回家回魂 你應該又說有歐雲使者去醫院收人 又說見到有鬼差去抓人 究竟其實一個人死了 應該是哪一件事來帶領的呢 那其實不如問問一下昆昆 通常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些鬼故 或者一些鬼小說那些 通常就說在醫院裡有人 譬如臨走之前 沒見到一些黑影 通常都說形容到神高神大 說在床邊等那些 記住等一個人就快過身的時候 那個是鬼差 就是他是負責抓你下去的 因為其實在下面地府的角度 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靈魂是他未知道的 未判你有罪 沒有業鏡台 未判你有沒有罪的時候 他都一定要找鬼差去抓你下去的 為什麼呢 我又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要被警察抓呢 如果他不抓你下去 你四處走那怎麼辦呢 沒錯 因為其實人永遠沒有人想死的 沒有人願意離開自己的肉身 亦都不會想離開自己的家人 所以就一定要有鬼差 就來到押送那意思 至於是否全部人都是這樣呢 其實又不是的 譬如有些修佛 修道那些 將來他們亦都會有他們的先佛去接引 所以就不會有鬼差這件事 其實永永 那我就知道 譬如說喪禮那樣 如果行道家道法的 他們一般都會有破地獄 亦都會有很多金銀衣紙去燒給先人 但是如果去歸佛家的話 譬如找高僧來念經那些 他們就是一件事都不燒的 如果佛教那個往生過程來說 是絕對沒有燒金銀衣紙這件事 是的 那最主要是誦經 那其實在你們佛家來說 人死了之後 會不會又有這些鬼差 這些這樣去帶領呢 因為他會有一條什麼的光明之路 先佛的光明之路去顯示 那於從佛家那裡說 如果你是沒有修行的人 如果是沒有修行的人 如果是大奸大奧的話 就是死去的時間 即時鬼差就帶走的 那如果有些人沒有什麼大奧大奧 又沒有傷天害理 一般又沒有怎麼帶起善事的人 一般來說是佛家有一個中陰身 沒錯 其實在我們道家都是一樣的 那中陰身大約是七七四十那天的限期 讓你在這段時間就去… 即是適敬和和家人在一起 對,在生前所思念的地方 思念的親人 讓你在這段時間裡再去見他們 所以這些就是 好像我們很多時候有先人過身 我們要做的叫做頭七尾七、三七 就是這樣 這些其實是他的中陰身的 跟你剛才說的 對,一般好像剛才阿榮所說 如果一般修衛普通的人 我們都會由鬼差押走 那牛頭馬面其實是何時才出現的呢 不如你可以告訴觀眾 通常牛頭馬面也是 因為我們最容易接觸得到這些東西 就是電影 通常那個畫面都是一條長走廊 然後慢慢從行尾走過來 然後那些人通常會聽到什麼聲音 通常會聽到鎖鏈的聲音 通常帶你回來回魂 那兩位就是牛頭馬面 沒錯,所以其實一般 我們說先人過了身要回魂那一晚 所以我們都會主張 都要放多一份製品給這個牛頭馬面 讓他在那裡飲包、吃醉 顧著吹吹水、聊天 就不要吹你的先人走 讓你的先人可以多留一間 還有鯪魚嘛,師傅 有這麼多骨也有這麼多骨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些東西是謠傳的 一般是喜歡喝酒的 一般一定會準備一些酒、豬頭肉 或者一些鵝頭 就來讓他們享受 讓兩位老人家享受 然後讓你的先人可以多留一點的時間 其實我以前也聽到一些人說 以前那些舊公屋是一條走廊 而那間屋的上面是有一些窗 氣窗 好像氣窗一樣的 以前你知道一家人迫在那些公屋 一定是住上隔床 有上隔床的,很近窗 經常說對面的人走了 他們就會聽到一些鎖鏈聲 也會看到一些很高大 因為那個走廊的窗 差不多好像有八尺 去到頂上了 有沒有八尺 應該沒有也不相差 對,八尺 差不多了 但他們會發現是不敢裝出去 為什麼呢 是覺得那兩個陰神有這麼高的 因為其實無論是陰神也好 天神也好 其實是昂藏八尺的 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人真真正正看過 也真的不是吹水 真的說經常路過 尤其是以前那些公屋 我還沒住過公屋 但是我以前有很多同學住公屋 他們很多時候都告訴我 有這些現象見過 很多同學都有見過 其實你信不信 有沒有朋友告訴你 我不用信不信 我直接住那些屋子很大的 是啊 那時候不是叫公屋的 那些是廉租屋 是啊 我記得幾百元一個月 那時候我還很小 即是有那些氣窗那種 有,絕對有 我很喜歡在哪兩個位置裝出去 一就是在那個氣窗 琴高裝出去 第二就是在那個大門 有個入訊的那個位置 通常遮蓋了一塊玻璃 很喜歡在那個位置裝出去的 那我又很差勁的 有時晚上睡覺 教你知道小時候媽媽要早睡的 你知道我又不想早睡的 然後假裝睡覺 全公屋人睡了 我自己一個就走去裝一下 那我又很深刻有一次 我又沒人聽過的 我沒聽過有聲音 那時候你幾歲 我想十歲以內 那是幾歲 那不會說謊的 我想六、七歲到一、二年級 最好奇的這個時間 但又不會說謊的 那夜晚就不可以爬到那麼高 裝出去 那我通常在那個信箱位置裝出去 那時候我不會怕的 那就是門那裡中間有個信箱嗎 大概去到腰的位置 是… 有個位置向上斜 如果在屋子看出去就向上斜 是… 通常拿一塊膠板或布蓋著 因為怕有蛇從鼠子進來 是… 那我很喜歡揭開裝出去 那其實沒東西看 但是不知道 就是等於別人看電視的電視的原理一樣 不知道有什麼好看 只要你看到外面 是… 其實如果有人看進來 都看得到的… 那我經常看出去 我又沒聽過有聲音 但是我小時候就經常看見 有些影子 有些影子 那我就不知道什麼 我以為是小鳥子 不知道什麼 那當然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是… 即是晚上來的 晚上來的… 因為很暗 家裡關燈了 因為太夜睡了 媽媽罵 那我其實看到會有一些… 但其實他們的走廊都有一些鋼管 有的… 對… 但是很快的 有些燈 那些影子很快的 不是在你面前慢慢過的 是很快可以像小鳥子飛過的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不理會 經常在那裡裝 即是你見到的就是快影 因為我有時聽人說 就說見到那些影子很慢 很慢的 即是沒聽到鎖鏈聲 是很巨型的 阿榮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沒有見過 你有沒有住過公屋 我住過井營的公屋 井營是未去到廉宗的那種那麼舊 應該新一點 井字營應該是新一點 井字營的公屋 新一點 是很巨型的 那你有沒有聽過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井字營好像挺邪門的 家裡的人多住 我的床位就是綠架床 是 住上一格的 門口旁邊就剛正時所說的 有那個天窗 氣窗剛好我的頭就是天窗 對著 是 是 有一次旁邊就是 有一晚點了百立燭 我回到家後 我都說什麼 那時候你又多大 我一時都十五六歲 然後媽媽說隔離回魂 今晚不要走出去了 快點關門了 那我那晚反而睡不著 好害怕 因為我的窗就是旁邊 我昨晚會不會聽到鬼會在床 即是沒有臉 你沒辦法 沒有啊 那…好了 今晚睡覺了 我真的不知道發夢 真的有一些陰風 感到那天那些陰風 有一段時間經過 其實那天睡不著 即是你都不關窗 你都仍然開了窗 已經關了 已經關了 原來你有東西害怕的 你別說他沒東西害怕的 已經關了 因為擺明是回魂 即是已經關了 但是因為是玻璃 即是很透明的 關了之中 可能窗失收 不能關到很盡的 而且那些縫隙 在某個時調 我告訴你 我旁邊說了幾點鐘 幾時回魂的 你千萬不要出門口 出門口之前 你看看人家的天亮 其實那天晚上我假裝睡覺 我睡了 糟了 真是鬼 那真的一段時間 就不陰風 很寒的經過 但是你說有沒有聲音 就… 就是有些鐵閘的聲音 我聽到 你鎖了那些聲音 我不知道 現在隔壁的鐵閘好像有人搖著搖著 那晚有沒有賴尿 我賴了尿片 OK 十多歲的尿片 應該是用成人的 是成人的 我其實小時候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很大 很小的時候還賴尿的 直至到三歲才沒有賴尿 所以我一直都有賴尿片 你這個秘密 就像我們上次Goodshow TV Simon哥哥說的秘密 那個誇張很多 你都敢說給別人聽 那個誇張很多 所以其實以前 真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分享 有說是真實的 也不是假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說 一個先人走了 我們要點蠟燭呢 就是用來點一條路給他 因為經常說 陰絲路陰絲路是非常黑黑的 所以一定要這樣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我在這裡都可以說一點 因為其實有時候 先人剛剛過世 我們不要想著他在這個醫院裡過世 就有那個病人三象 所以就不需要燒任何東西給他 其實不是的 是要第一時間就要回家 除了點白蠟燭之外 例如你是老人家 你又要點紅蠟燭 如果是年輕的你就點白蠟燭 其實你還要去燒衣服給你的先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醫院死 尤其是在醫院死 因為醫院死 他會打包 打包他真的背著衣服 就是我們有一個徒弟的哥哥過了生 記不記得 他就是因為他是枉死的 他那一陣子過世 那一陣子就找我 師父應該現在怎麼辦呢 我除了教他點蠟燭之外 在家裡就立刻安安了一個位置 就可以立刻上香給他 那我就立刻叫他去指責店 就立刻燒一套球衣給他 燒一套球衣給他的哥哥 那個是他哥哥來的 燒一套球衣給他的哥哥 為什麼有一天 他真的見到他哥哥 是真的穿著那套球衣出現的 所以有時信者就是有 不信就是沒有 事實上這些是真真正正的事實來的 還有講到回魂這件事 其實我都深信是有回魂這件事的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呢 明明說了我親人三點回來四點走 但是我們昨晚什麼動靜都沒有 師父 其實可能是有時回魂這件事 我們都經常講 什麼都是講緣份的 或者他回魂他未必會回來 或者他回來沒有動靜 或者你們整晚都沒有睡 但是剛好有一刻是欺負著了的 他就回來 這樣你就感受不了 其實先人回魂 這個是應亡預準的 一定有得回魂的 師父和我想分享一下 無論是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善信都講過 我的先人今晚回魂 我們可不可以全部走 我們很害怕 其實我想跟大家講一句 就是大家不需要走 是啊 你只要照常生活 或者晚上你睡覺 你進房也好 裝睡覺也好 因為其實回魂是他最後一次機會回來 見一見你們 沒錯 而你們都走光 反過來想你是先人有什麼感受 其實他是最後一次反洋監 可以這麼說 如果他生前 譬如是兄弟 生前欠了那個先人很多錢 有情人吵架 那晚上有沒有活動 那晚上沒辦法 你好像有目的 你問這句話 我問一下 觀眾知道 那你就把金銀放在那裡 趁著那晚燒給他 是啊 你不用放港幣 是這樣的 不是那晚燒的 如果你真的欠缺一個先人的錢 其實你就應該在他出殯的時候 就要解決了 你就要用一個錢 就扔回在他棺材裡陪葬 就是說就當還給他的先人的 如果你不是在那一刻去還 你過後怎樣燒給他 都不算數的 就是你要真的在他出殯的時候 在他的棺材的時候 譬如你所謂 尖養為傭的時候 那一刻還沒推出來之前 你就要將你隨便扔一個幣 扔一個陽姦你們用的錢幣 就扔回去當還給他的 如果不是 或者你還要去買一些金銀 就用來給他陪葬在棺材裡 就當還給他的 如果不是就算你過後燒多少 你都是當沒有還給他的 師傅這樣真是紫色了 你為什麼戴開你的話題 那你說還給他的銀呢 放在什麼位置 一定要放在棺材裡的那個位置 不是扔口 扔口錢還扔口錢的 那個錢就是你總之扔在他的腳下也好 扔在他身兩邊也好 你都是叫還給他的 或者我知道 我曾經去參加過一個喪禮 是一個女性的朋友的媽媽 他就過身 而他就有一個朋友就生前 因為他媽媽就曾經借過錢給他這個好朋友的 這個好朋友就因為未還到 他媽媽已經走了 他於是他就叫他來還 那當時那些唐官就教他 把這個錢幣就放在他肚面那裡 放在先人肚面那裡 其實就放在哪個位置都不是那麼著重的 但是我知道他做這個動作是什麼事 所以他問我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說其實是的 因為如果你不在先人出殯之前 你下去了 你過後怎樣還都是還不到的 你要是他臨離開這個 真真正正連肉身都已經離開這個陽間的時候 他是什麼都一切帶走 你明不明 要不然他會帶你的債走 如果你是還了給他的話 那就會好很多 那這個就是一個傳統的做法 所以不是那一晚回魂才去燒給他 師傅 你說得出來我很擔心 為什麼呢 我到時擔心很多銀放在棺材上 因為有很多人看過欠責我 不夠位置放在棺材上 我藉著這個知識就現在不玩了 我以為你擔心是你沒有還錢給別人 我以為你擔心別人還錢給你 我以為你擔心別人還錢給你 我現在說出來可能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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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錢還給你 那是呀 但你也是的 如果那個先人如果真的他原諒你的 那當然他會接受你一個 但如果那些先人真的覺得你是明搶奪的 不是真的因為環境不好說不到的 那些先人都會追溯你的 所以有時候說不要亂收拾一些舊物 或者亂去拿別人的東西 沒錯 有些人就很喜歡 譬如說有些先人生前穿過的衣服 哎呀死了 比浪費了 穿過一次 這件衣服很漂亮 不如給誰穿 給誰弟弟 給表弟 給誰表妹 但其實我會覺得這樣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先人在他的立場 他會覺得你是拿了他的東西 這是我的 沒錯 他會覺得你是拿了他的東西 但反而我們怎樣做呢 反而我們捐了他 捐了他 先人不會有功德 他會知道你是把他生前的東西 是拿去做功德 反而他會開心 因為你是拿他做善事 但如果不是 你就這樣去給一些你的親人 那些親人不是買不起的 他會覺得是他拿了他的 但就算要的感覺都怪怪的 有些人不會 因為以前 說回以前 大陸可能沒有那麼開放 以前就沒有那麼有錢 那時候大陸 很多時候我們拿一些 香港人拿一些舊的衣服回去 大陸人都會穿 好過沒得穿 因為很多人真的窮到沒得穿 那也是 所以 那時候很多人就會覺得 有些先人走了 那些衣服不如拿回大陸 給他們穿 其實 試過有一個個案 我曾經處理過 有一個先人 他太太將他生前的衣服 買給他的 買給他生日的 但他沒有穿過 已經死了 後來太太就認識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他就覺得這件衣服很貴 亦都這麼漂亮 他又沒有穿過 那他就送給他男朋友 那他男朋友就出事了 他每晚都有人問他 給我這件衣服 因為這件衣服是他太太送給他 他是摺了 只不過他沒有機會穿 他就已經死了 師傅你言言之意 就算是新的也不好 沒穿過新的也不好 因為不是他 是他已經擁有了 OK 不是你打算買給他 但你還沒買給他 不要緊 或者你買了還沒交給他 也不要緊 但不是的 他已經拿了 他一直都放在家 不過他沒有機會穿 然後他剛好病了 就是他不知道就好好的 是啊 沒錯 而且他覺得這件衣服非常重要 因為是他太太送給他的 那你太太又現在 將他送給新的男朋友 那他每天都會問他 你把衣服還給我 那作為一個男人 這件衣服很難忍 是啊 所以我們說 其實盡量都不要把舊衣服 好心做壞事 就去送給人 好像很浪費 如果你覺得很浪費的話 你可以做慈善 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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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了他之後 讓一些窮的人 就可以受惠 反而先人是做了功德的 好過你就這樣送給一些朋友 反而穿了 令到別人又不好睡 又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就會這樣現象 所以我覺得在這裏 順帶說一聲 會好些 是的 尤其是有些衣物 是有些先人 可能有些特別的紀念價值 會依依不捨的 沒錯 你拿了他就要命 是啊 是啊 是的 有很多先人 譬如好像幾年前 你記不記得 阿坤坤 我們在以前 我們那個館 舊館 那裏叫禮窗局 曾經有個消防員 是聖職了的 是 後來有一些法事上的事情 我也有幫助他的家人 沒錯 後來有一次他媽媽和他太太 和其他家人 就來到我那裏 就想查一下 究竟他現在有沒有什麼需要 那些 那當然啦 師傅是強調我 不是說 好像人家問米糧 那樣請他上身 而是利用祖師爺的道法 去查夠 去找到這個先人出來 我是可以借一個中間的媒體 去知道他想怎樣 那他曾經有提及過 他有一隻錶 他們扮喪事的時候 是沒有給他的 沒有陪葬 是的 沒有陪葬的 那當時一說 那他媽媽就知道了 那原來那隻錶 就是因為他太太之前 送給他生日的 那另外就有一件 啡色的冷衣 就是有說到一件外套 啡色的冷衣 那也是原來是他太太之前 送給他 而因為沒有穿過 那他太太就沒有燒到 那就打算用來 好像不知道給他扣兒子 還是給誰 那但是他說出來說不好 就是一定要給他 那後來他太太就答應了 就燒給他 就是會給他回到陪葬那裡 那所以其實 我會覺得 其實人呢 真的 死了之後 是去到另一個地方去生活 就不是說 真是會灰飛煙滅這樣 因為其實 有很多人就說 人死如燈 死了就算了 什麼都沒有 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先人很多事情都會知道 就算你 好像的人 我都可能順帶說 譬如說 未出殯前 他在殯儀館那裡 那個廷屍間那裡 就會供親人 親戚去觀察 就是去看 最後一面 那其實那一刻 如果你進去 你罵他 你告訴他 他全部都知道 什麼都知道的 他是聽到的 因為人死了之後 其實49天之內 他都有知覺 其實是還有知覺的 是說你告訴他 因為他的靈魂 還未離開 還未正式離開 就像剛才所說的 忠陰生 所以其實你們 告訴他什麼 他都知道的 所以好像那時候 我的乾媽死的時候 我只有9歲 我乾媽死的時候 因為我有個乾弟弟 只有3歲 乾媽突然因為癌症死 他死的時候 只有30多歲 我只有9歲 那時候 因為孝道的問題 一定要小朋友 一定要哭 媽媽死了 病兒出病 上位 沒理由不哭 小朋友 硬打哭 因為我乾弟弟 3歲 很小 什麼都不懂 他就硬打哭 他在靈堂 然後拖了他 進去 在乾媽的屍 前面 打小朋友 屁股 硬打哭 為什麼媽媽死了 你不哭 打哭 老人家要這樣做 小朋友 我乾弟弟就哭 我沒有做錯事 突然打哭 我哭得很大聲 我乾媽 無緣無故 那雙眼是流了眼淚 但有些人的科學解釋 就說 其實他的屁股 雪得來 所以他出水而已 但其實是一路出來 擺了幾個小時 都沒事 沒有出過一滴水 是那一刻打 之後突然間飆出來 所以是不能解釋 那化妝那個就知道了 化妝那個師傅 那個女師傅 他就知道 立即就拿些溪錢 就跟他一抹 就說你安心上路 只不過是想他有孝心 送你上路 那意思 你不要傷心 這樣講完之後 跟他一抹完 就一路都沒有再留 師傅 你說起這些喪事流眼淚 我都有一些盡快 因為這節差不多九小時 師傅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段短時間 都接觸殯儀業 那我就聽過一個前輩 告訴我 他就說他做過一個 就是一家人的喪事 就是那個媽媽就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很年輕 三十多歲 四十歲都不夠 那他有一對子女 一個兩歲 一個三歲 那他也都是大了肚 但是什麼事 我忘記了 是過了生的 就是一絲兩命 是 到幫 就是像剛才這樣說 幫他做完 那一天 是守夜那一晚 就是有了 是有了 那那個寶寶有沒有拿出來 都沒有 沒有 沒有的 我只是走了 但是意思是 有沒有將 他不是拖很久 這個我就沒有考究了 我意思是 會不會那個寶寶 又有條絲 應該是 沒有分開的 應該就 就是還在肚裡面 應該就還在肚裡面 那就是可能那個胎還沒有大的 就是不是很大的 當時人家跟我說 我就沒有問到那麼細節 但是他就很肯定的跟我說 就是他就反過來 就不是說突然間流眼淚 他是整晚都流眼淚 整晚都流眼淚 原來那個男學師傅出來說 原來那個先人捨得對子女 是 當然 就要帶他們去看看 就要他先生跟他說 你放心 我會照顧子女 我會照顧她 我會照顧她 那當說完之後 Exactly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拿稽錢來抹一抹 幫她 因為你留到開始有一點抹帶 就是幫她拿稽錢抹一抹她之後 你又不要不相信 就馬上真的整晚都沒有再流眼淚 是啊 真的沒有再流眼淚 這些是真事來的 因為其實是很慘的 尤其是你這個案子 其實是的 真的好像死得很冤 所以就是很多先人 因為他扔不下他的親人 所以導致到其實是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我們說這些是這麼明顯的 這些真是百分百的事實 其實我都講了一個百分百的事實給你們聽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相信 有些人可能會不相信 那時候在十年前左右 我有一個哥哥的朋友 他是剛剛過世 而他的女兒又是只有兩三歲的 他太太又很年輕 他是扔不下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認識我們的法科 我們就進去想跟他講句話 因為他跟我哥哥是青兄道弟 我哥哥就會跟他說 你放心 我們會幫你照顧你的太太和女兒 我們會盡朋友的能力 定期會去看他們 幫他們接濟他們 你不需要擔心 你就安心上路 這樣跟他說 一講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 因為我幾個哥哥和我 都是我們一起都是學法的 那大家我們都是錄音弟子 那當時同一時間 我哥哥在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們幾個學法的 是第一時間看到這個先人 是彈了起來 那當然現場的人 沒有人看到 那但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是在同一時間裡面 我們三兄妹 是同一時間做一個動作 就是 你躺下 這樣講 不要衝動 我們是同一時間講 我們是沒有夾定 我們三個都感受到 他整個躺下的 是彈起來 他就是想求助我們 幫一下我 因為他兒子老婆亂 和他太太剛剛從內地下來 是什麼人生都老不熟 他是因為突然間 審病而中 突然間死 所以我們就 同一時間 我們三兄妹一起這樣講 這句話 然後我們就 原來我們三個都同一時間 也都看到他立刻躺下 那我們就說 是啦 你不要衝動 我們會幫你 就是我們三個 是沒有夾定之下 同一時間講這句話 就是我們三個看到的東西 是一樣的 後來我們對證了之後 原來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先人 真的 不要以為他死了 你說他什麼 他不知道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 信任 真是有中陰身 這件事 還有可以告誡大家 去到墳場 殯儀館 不要亂說話 沒錯 是真的 禍從口出 然後我們又要講地府 我們休息回來 第三部分 和你們一起分享 是一樣的 究竟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平心不做虧心事 究竟 是不是真的 半夜敲門也不驚呢 我們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所謂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無法改變呢 以上種種疑問 欣發青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Hello Benny 你好 今天是我們欣師傅 哈冰蟹像 開張大日子 有沒有什麼祝福的話 想跟欣師傅說回聲呢 首先恭喜欣師傅 即是我姐姐 生意興隆 和裁員廣盡 最好就是分店 遍佈東南亞 怎樣 對 有張照 對 要遍佈東南亞 和全球 衝速香港 沒錯 我看到今天欣師傅 這裡的裝修 非常之特別 我看到全部都是用紫色的梳化 椅子 來做這個主題 真的很漂亮 你覺得怎樣 因為這個是個人喜好的顏色 我相信 應該 可能是甚至六張椅子 六張桌 因為都是他的幸運號碼 明白明白 王你真的是欣師傅的弟弟 好知欣師傅的心意 沒錯 至於食物質素方面 你今天品嘗了師傅的點心 你覺得又怎樣 沒得談 不用問的 一定是好的 好啊 我剛才品嘗過欣師傅的點心 擦粉反面 非常之好 是沒有油份 絕對和外面的食店比美 是絕對一流 是 一定 還有我作為一個臥底食評 一定是好 沒錯 那你不如再次祝福欣師傅 生意興隆 好嗎 好 我們一二三 生意興隆 哈囉 Gina 你好 今天是欣師傅哈丁下場的開張大日子 有沒有什麼祝福的話 想跟欣師傅說一聲呢 我認識欣師傅差不多一年時間 我覺得這一年她幫過我 當我困難就幫過我 所以我都很崇拜她 今次她開張 我希望生意興隆 大家多點來吃飯 還有飯真的好吃 好啊 那你覺得這裡的裝修漂亮不漂亮 我喜歡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紫色那些 浪漫一點 還有這裡很骨子 是啊 我自己都很喜歡紫色 而且來到呢 覺得很舒服 對很乾淨很舒服 但是食物呢 食物覺得好不好呢 剛才我吃啊 很好吃 因為她 但今天早上早 所以未開胃 但是呢 我已經是 沒試過之後 吃那麼多東西 嘩 第一次 因為很好吃的東西 很有水準 很有水準 而我們也是品嘗過 欣師傅的點心 還有炒分面 和外面的食店 真的與眾不同 我也很期待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也可以第一時間 來到欣師傅這個 蝦冰蟹醬 來幫忙一下 是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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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師傅啦 又契女啦 她呢 真是好 做什麼都很精美的 打算得 所有的食物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是我第一次 覺得這麼好 所謂蝦冰蟹醬 她的名字 覺得很好 那些蟹醬又漂亮 不得了 那些蝦又很漂亮 她每樣都是很特別 而且她的料 是很新鮮 而且她的花膠 她要找得很漂亮 沒有人那麼捨得 但是我 阿欣師傅 真是很捨得 所以你們給這些 來 蝦冰蟹醬 沒錯 我們也看到 校衛BB和阿欣師傅 今天的服飾 是一模一樣的 顏色到非常之配 非常之配 喂 是沒有夾定的 你心裡有靈犀 可以 所以感情非常之好 大家心裡有靈犀 真的沒有夾定 今天很多謝 很多謝 乾媽過來捧我牆 其實 你也知道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有東西吃 但是好不好吃呢 又要另計 所以我其實是想 有一個地方 很優雅的地方 給我的好朋友 可以吃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我是 不惜公本 最重要 大家覺得是好 希望你們 多點光臨 一定 一定 地方又舒適 入到來 真是個人 很精神 吃東西都很開胃 多謝 多謝 金牌 C2A大姐姐 多謝 我剛才都品嘗過 殷師傅的點心 和炒粉 非常之好 和外面的食店 是如種不同 希望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 也要有時間來幫襯我們 殷師傅的哈冰蟹象 你千萬不會有酒保 多謝 多謝 Roland 你好 今天是殷師傅 哈冰蟹象的開幕 大家指望 有什麼恭喜的話 想和殷師傅說一聲呢 恭祝師傅 所有東西都是原來有恩 所以 現在祝你 生意興隆 分店多到 全港狗 肯定有一間 在大家家附近 恭喜 非常之好 祝福雨 好 虎人 我又想問一下 今天這道環境 你覺得怎樣 很好啊 因為其實 我自己和師傅一樣 很喜歡紫食 所以 師傅用了一個 他最喜歡的顏色 去裝修這間餐廳 而且食物相當之一流 因為真的 不是因為認識師傅而炸 因為如果真的 好吃的話 值得推介 剛才吃過很多不同的菜 真的有 超級十顆星的推介 沒錯 我剛才都品嘗過 一些點心 一些炒粉麵 非常之好 跟外面的食點 與眾不同 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 快點來蝦冰蟹象來試試 沒錯 很期待你們的光臨 Yeah Yeah Hello 棠哥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就是蝦冰蟹象的 開張大日子 有沒有一些恭喜的說話 跟我們恩師傅 蝦冰蟹象說一聲 祝他大尊鴻圖 黑錢雲來 每天都都沒有生意 沒錯 那你覺得這裡的地方 環境怎樣 不錯的地方 這些東西很好吃 真的 有些東西很好吃 我剛才都品嘗過 裡面的點心 或者炒粉麵 非常之好 是啊 我們一定要來幫忙 好 希望大家可以多來幫忙 謝謝唐哥 究竟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平心不做虧心事 究竟 是不是真的 半夜敲門也不驚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所謂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 沒得改變呢 以上種種疑問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回到最後一節 剛才我們本來 本來我們想說 地府的話題 但可能實在太多話題 我們之前說了其他 都有點關聯的東西 就說了兩節 現在第三節 我們就要說真章 沒錯 我們就說地府 其實地府和地獄 有沒有分別呢 有沒有分別呢 當然有 師傅 是怎樣分別呢 不如說給觀眾聽 地府 好像你剛才 上一節所說 地府其實是一個 他們過了生之後 而未夠功德 可以上到天上面 等頭胎 他們就會在地府生活 沒錯 就好像我們所謂的陰間 我們這裡就叫陽間 那裡叫陰間 地獄又是什麼來的呢 地獄呢 其實大致上跟我們的概念 其實差不多 師傅 類似虎炮別墅那些 是你譬如我們每一個人 死了之後 我們都要去一個熱鏡台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做什麼呢 那個厲害的 就是跟你計數的 你今世做了一百件功德 是好的 但你做了二百件壞事 那怎麼辦 那來判 那若然你真的做壞事 殺人放火 那樣 你就要判你了 你要下去炸油鍋 炸一百年 沒錯 其實可以簡單地說 其實地獄就是阿榮 以前我和你做的工作地方 就是陽間的監獄 沒錯 只有那些人說 你做壞事 你因著打落十八層地獄 就不會說你打落十八層地府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分別 但是很多人就誤解了 會以為地府就是地獄 地獄就是地府 亦都不知道有枉死城這件事 枉死城就是被一些因果 裡面而夭折的 的亡魂的地方 而在那裡 都是屬於一個受苦的地方 但是地獄就是一個懲罰 一些罪魂的地方 什麼叫罪魂呢 就是生前做了很多壞事 經過葉鏡台 好像剛才法昆所說 在廣英業鏡台照了之後 如果嚴均認為 你呢 連地府你都不可以住 你要罰歐利根 或者是其他那些 大遊樂 上刀山 其實胡文虎所做的東西 其實都大致上是這樣 也有些觀眾問過師父 師父你有沒有去過地府 有沒有遊過地府 其實在我們的法門裡面 有一個叫遊地府 但是我們遊地府 又不跟遊地獄 所以師父只是去過遊地府 沒有去遊地獄 而枉死城 我們都不是 立戀可以去的 很多時候 我上一次在別人的 某一個網台裡面的 訪問裡面 曾經也說過 很多時候 有人有一些叫做 所謂去地府的旅行團 陰間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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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山山水水 甚至有一些 就是人家所說 所謂叫做官員神 就是說會看到自己有一朵花 那朵花又好像乾了些 我自己親自去淋水 那朵花就OK 譬如那朵花是屬於我的姻緣 咦 乾了 那我就去淋水之後 那我的姻緣就會好 其實會不會真是這麼簡單 還有陰間這個地方 是不是真是人都可以去呢 一個旅行團 是不是你只是給了那些少許的錢 那個法師 所謂的旅費 你就可以去到陰間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輕易呢 其實是不是的 如果在師父的立場裡面 其實陰間這個地方 不會這麼容易 被一些凡人可以接觸得到 沒錯 除非是一些法科的法家 或者一些高僧 就是有修行的人 人士 才會有機會 會因為工作上的東西 或者因為他的修行上的東西 而去有機會接觸到地府 這個意思 沒錯 師傅 在我們這麼多年來做法事的經驗 其實除非你是有一些特定的目的 沒錯 例如我們做法事 例如我們要真的下去做一些 譬如我們要改一些東西 譬如祖師爺說可以刺手 你要去改 就是你有目的你才可以去的 沒錯 不是可以去旅行團 就是不會說你很閒 貪得意 我又想去看一下 我好大膽的我想去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去到 其實真的不可以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在我們的工作上 我們的法科上 只是有時候為了救人 我們都會有機會 用我們的法科 真是要經過我們一段修煉期間 我們才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我們都可能會去接觸地府 或者去接觸嚴君 這件事 而我們去做的事 我們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目標去做 而我們都有一些神靈的輔助 我們才能夠達成心願 可以去到地府或者地獄那裏 去去救人 去幫人 去解決一些玄學上的問題 就不是說就這樣隨便就可以去的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沒錯師傅 真的 其實阿坤坤 你都做過殯儀了 一段時間 其實你很多時候 會見到有人搞一些破地獄 沒錯 你個人立場 你會覺得破地獄 你怎麼看呢 怎麼看 其實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個人立場來講 做一個喪事 整晚出來做一個喪事 其實我覺得是比生人看的 百分比比先人大 沒錯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呢 就是怎麼說呢 某程度上在商業角度 在商業角度 大家中國人都是要風光大撞 好好看看 對不對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我學了神功才知道 其實某一些事其實是不需要做的 或者做出來是對先人沒有幫助的 沒錯 甚至有些做出來是多餘的 但是在商業角度來講 其實是一定要做的 沒錯 我們也不是說去得罪別人 某一些專業人士 其實我會覺得 道家裏面的道經 念經是可以的而且確 就是所謂我們說 打強齋給先人 對先人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我們打齋這件事 我們絕對不可以淪色 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這個是等於幫先人去減業障 但是至於你說破地獄 是不是真的這樣 就可以把這個先人解枷呢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破地獄這個儀式 在他們的心目中會覺得 我的先人就被那些牙差 那些陰差 踏了去地府 現在你就困住了 我們怕他會受苦 所以我們就找個道士 就要做這個叫破地獄 就落到地府帶他解枷火 帶他上來揚奸 那麽意思 那麽其實 你覺得這樣做 如果我有錢 我給得起這個破地獄的程式 我就可以 能夠令我的先人 就算生前 他是殺十個人 害了十個人 都可以沒有罪 會不會是這樣想呢 我相信就不會 我會很直接和大家說 因為我們並沒有 今天所說的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立場 沒錯 不關道家神功 不會說全錄任神功的人 都是這樣說 這個純粹是我們自己自家的意見 因為其實我也有很多徒弟 和師兄弟 是做這些道士的 他們是屬於經參科 當然他們平時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 其實我們做是照做的 因為傳下來 師父教下去 就是要做這件事 傳統下來 就要做這件事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救到先人呢 他都不知道 就好像一個招魂儀式那樣 令到隻雞 啪啪啪 把雞倒掉 跨在那裡 接著那個雞 就跨了一件衫 先人的衫在那裡 接著那隻雞 啪啪啪 就代表那個先人回來了 招到他魂了 是的 這樣解 其實在科學上有得解釋的 你這個人被人這樣倒掉 抽筋你都會掙扎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我有徒弟也都告訴我 其實他未來學神功之前 他會覺得 其實他都懷疑 究竟這個招魂方法 究竟是不是真的招到魂呢 其實他都不知道 但是傳統下來就是這樣做 我們不可以質疑 說完全百分百 是真的沒有效的 但是呢 在我自己的個人的道 就是道德裡面的立場 我會覺得 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是不是 我覺得 這些方式 當然是有前人傳下來的 我都相信這些方式 以前就是得道的時候 是真的用得著的 但是一代一代傳下來 是不是現在還可以用到呢 我相信真的有得行的道士才會做到 沒錯 就不是說是人做一個儀式 要把他做 就個個得了 是的 為什麼呢 我會說其實地府 就是屬於陰間 和我們陽間 只不過是兩個地方不同的生活 但是其實他們都是那種生活方式 因為我們是做很多很多法事裡面 也都有機會會接觸一些靈界 而那些靈界上來去講述 和經過我們自己用我們的法門 去試過真真正正去自己 相信自己 不相信別人說 別人說是沒用的 有些人說 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山 我看到水 我看到有很多人 所謂陰間旅行團 很多時候就會有人說 我看到火 我看到山 我看到河 其實我是 我什麼都對法科 我是很執著的 就是要真 要真 就是不可以騙人 我要先說服到我自己 我先去信那樣東西 因為我自己學了神功這麼久 我會發覺祖師爺 是不斷地給了很多很多神跡 我看到 也真是做了很多慈悲的事 救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才會對祖師爺這一門的神功 是這麼信服 就是這個意思的 其實先人有時候上來講 其實他們地府在下面 是哪一代的人 他死了之後 他的服裝 是會跟回那個年代的 譬如是60年代的人死了 他當時60年代穿的衣服 其實現在在陰間 他都會穿那類型的衣服 但其實是近期死的人 他可能下去 其實現在我們的先人 是穿我們現在現代的衣服 是沒有分別的 你們會發覺 有時我們會去燒一些東西給先人 我們會燒車 樓那些 其實下面是不是真的 都會一樣可以有這麼多私家車 其實是的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亦都很多東西都有規有矩的 好像我們 譬如我們寄信 我們都要經油局 是不是 我們很多東西要打稅 要經稅務局打稅 所以說其實陰間都是 我們有時候燒很多東西給我們的先人 是不是先人馬上可以全部收光 不是的 因為下面是有我們的土地工 去做這個分派儀式 那就是說 譬如銅鑼灣區的先雲 就由銅鑼灣區的土神去管轄他的 那他就變成了 我們後人去燒一些東西給我們的先人 那那個土神就會派給他 但是如果發覺 你每個月都燒這麼大的銀子下來 那你會搞到很亂的 因為有時候會引起一些搶掠 所以土神會先收起他 直至到他用到差不多用完了 或者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都可以 好像一間銀行那樣 他隨時可以去提款的 但是他會先幫他保管 所以我們就不要想著 我不停地燒很多很多東西給我 先人 我先人就會享受世界 其實很多東西都每一個地方都一樣 有他的規矩 所以我就會覺得 其實有些東西在下面有效的 有些東西真的不有效的 是不是 是啊 師傅 因為我們之前做過一個法事 也是 就是那個 事主的親戚 也是過了生 是 那他就想知道 現在那個先人的生活是怎樣 那他就跟我們 就是跟經過師傅 李祖師爺 是一個傳 傳話這樣說 他就說 喂 你燒些阿龍龍點心下來做什麼 是啊 是啊 就是玩具 是啊 你燒一瓶酒 就是用紙一杯 你燒一瓶紙的酒 給我做什麼 是啊 那些沒用 我吃不到 沒錯 其實真的 陰間 真的很清楚 他們要吃的東西 是要用吃的真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說 有時候看鬼戲都有 所以靈界會用舌頭去舔一些燒肉 那些 我們去拜祖先 都要拿真雞 真魚 真飯 或者真酒 那樣 現在呢 科學 先進 日出新穎 日日都出不停的東西 今天就會出些鮑魚 又要乳豬 成的乳豬 但是是紙 是啊 蛋糕 全部這些 都是一些食物 食物上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收不到的 嗯 是不行的 是要用吃真東西的 所以教大家不要騙神騙鬼 是啊 沒錯 就好像等於我們有時候 敬香的香 那個壇都是 有些人就點假香 電子香 電子香 不行的 是不是 根本收不到 是啊 但是在佛家來說 其實因為那些先人 如果他們是去了佛道的話 他們根本就是去往生淨土 去到往生淨土那裡 是不需要任何奢侈品的 如果能夠往生淨土 就是去西方極樂世界 是的 就是阿彌陀佛管辣的世界 是的 在那裡其實 全部所有的東西 由佛安排 根本就不需要再思念飲飲食 沒錯 那裡全部人出生 都在蓮花裡面化身 是的 如果你可以去到那裡 最好了 是的 真的不用了 但是佛家來說是甚麼人 才會去到那裡 如果你去西方極樂世界 一定要在生前 有這個願望 我每天都要做這個 早晚課 我… 即是真的歸佛 那些 即他本身是歸醫所 那些 我的願望就是 願生西方淨土中 是的 即是我每天都要求這個願望 我死的時間 他們佛家死的時候 就不是說陰差來接你 如果你真的往生淨土 就有一條江線 那些江線 就需要這樣腳細 就一條江線 射過來 你自己陰著那條江線 就是Sportline 把過來 沒錯 然後接引你去那裡 就沒有鬼差 就是自己走 要跟著江線走 很遠 沒錯 所以其實佛家有佛家的做法 但是人家都是叫你 生前要自己慈悲 即是專心去收一件事 那你到時候真的歸佛道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去往生淨土 就不受任何的管制 但是如果你說在我們道家來說 如果你是正正常常去收圍的話 那是去我們的所謂的地府陰間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爸爸走了 因為爸爸生前都有一些錢 所以他燒了很多個鬼妹 嗯 其實我會覺得那些七情六欲都還在 是不是爸爸生前的願望 因為他燒了一群鬼妹 很殺的鬼妹去服侍他爸爸 我會覺得好笑 好笑之中 我會覺得這個孫子真的挺有心 就是這些子女的有心 那孫子可能在過這些生活 因為他知道可能爺爺生前 都是在做這些生活的 因為他們有些錢的 走息才氣一定有的 但是他變成爺爺走了 他都需要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很搞笑的 那有些人也會很好奇 其實我們先人走的時候 我們不是很多時候 有那些所謂同男同女 跟著的 那其實他都是子公仔來的 沒有生命的 師傅 那下去 那我的先人 是否真的可以用到那兩個子公仔 那其實你又怎麼看呢 那其實就 我先解釋第一樣 師傅 其實就不是一個子公仔 燒了下去就可以的 是 無論在我們神功方面 和經產科的藍和師傅方面 其實他們都要開光的 他要給一些靈力去 跟他說 那這個就是你的 是不是叫主人呢 應該不是叫主人 是叫主人 就是這位先人就是你主人 你又下去要怎樣怎樣 那另外就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燒多少下去呢 他是真的會出現的 是的 你還要出糧的 師傅 沒錯 因為其實在藍和師傅 就是所謂的師傅 跟他出殯的時候 那些同男同女 他就會跟他開光 開光就是指 開光的意思就是 那個子公仔來的 為什麼開光呢 就是其實 話說我們普通人 我們的修為 如果有些人修得不好 就是害人 或者做了一些壞事的話 可能被嚴君 罰你終身做奴彼 做奴彼 做奴彼 那就是說 他在陰間那裏 他就是做奴彼 那就是做工人 那這樣 而藍和師傅所開光 就是把這些 要受了做奴彼的 去撥給他 就是把這個子公仔 灸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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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灸 他就要服侍主人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那一對公仔是有用 但因為是被師傅開過光的 但是 至於食物方面 就是完全不可以的 我會覺得食物方面 你們就實際些 真的想做孝子兒孫 就應該是買真真正正的東西 給你們的祖先 沒錯 但是如果你說大屋 或者一些車 那些東西 是OK的 因為這件事 我是親身感受過 還有很多先人上來說 是收到的 甚至好像 我自己親身 就是我奶奶 走了的時候 我的孤仔 就燒了個隔萬給我奶奶 也買了一個手提電話給我奶奶 希望她可以方便些 因為我奶奶生前很喜歡保值 她買了很多手式 就很喜歡放保險箱 好了 她走了之後 我的孤仔就說 媽媽那麼喜歡收手式的東西 不如燒個隔萬給她 當我們有一次去到文米的時候 文米那個完全跟我們不認識 但是她可以第一時間上來說 就說 指明說我的孤仔 是燒了一個這樣的隔萬給她 還有一個手提電話給她 很有用 她說你真是細心 媽媽現在可以把所有的珠寶 都放進那個隔萬裡 就是不道理不信的 其實真是合理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我們錄音裏面 有一套游地府的方式 的發奏 我們可以真是帶人到地府 或者我們自己到地府 不過並不是旅行權 是要真是有需要 真是有一些事發生 我們才會的 大約七八年前 我們曾經真正游地府 我曾經帶過徒弟游地府 那次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可以說出來 我又忘記了 師傅 有一個師兄的歌 枉死了 要問 爸爸 你突然這樣問 我們這麼多幾次 我怎麼回答 我記得應該你回答 是嗎 那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師兄弟 是 他爸爸因為一些事 枉死了 是 枉死了 大家都可能知道以前的大陸 一些公安或者國安部門做事 就比較自由一點 是 有很多事情都處理不了 也都不知道誰做 他們都說不知道誰做 他很深有不甘 是 因為爸爸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而且也都 本身為人都很好人 也都修養 很慈悲的 也都修養了一個養女 那為什麼會被人殺呢 所以他們真的很好奇 在他沒有辦法之下 唯有希望回來求助師傅 師傅 你可不可以帶我遊地府一次 那師傅知道了 就是我知道了他的情況之下 我才肯帶 是啊 沒錯 師傅 其實他們最猛 最猛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誰做呢 他們是心裡有數的 是 他們是知道誰做 但是沒有證沒有據 那怎麼辦呢 那想到沒有辦法之下 就來找師傅 那師傅 那師傅初頭 我知道師傅 你不是那麼喜歡 以及不是那麼主張 別人做 關於地府的法事 沒錯 因為其實這個遊地府 雖然在我們法門上 是非常之出名 叫做幾顯刻 但是我們前傳口教的那些老師工都說的 不可以把它當一個交易 拿出來好像賺食一樣 隨便就說 帶一群不認識的人 無聊得閒好奇 就可以下去地府一轉 不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是一定要有需要 真的什麼我們才會做 沒錯 當那位師兄弟 那時候還沒跟著你 是 當時是一個善信 那他跟師傅 你說完他的案子之後 那你就覺得他 我們都知道他本身 就是環境不是說十分之好 但是他都願意說 來找師傅你做這一件事 想求 想知道一個真相 他們很想知道一個真相 其實在這裏 我可以說一點點給他們聽 是本身 他們未找我之前 其實他們有去問過米 那問米上來 他爸爸是說明說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那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可以說 後來問米婆 就告訴他 就說 我們的陰神是會 壓住了他爸爸 不讓他爸爸說的 因為冤冤相佈何時了 是不會讓先人說出來 究竟是誰謀殺他的 於是他就問師傅 師傅如果我直接 能夠到他的地府問我爸爸 那又行不行呢 那如果在我們這套神法裏 我們真的帶到他去後 其實我們都要有先神去扶持 我們才能到他 那下去的時候 他直接問他爸爸 他爸爸就在沒有人阻止之下 就可以告訴他 誰是兇手 是的 當我們在旁邊幫師傅 你進行這個法事的時候 其實你說我心理作用 也好什麼都好 當真的進行這個法事的時候 真是陰風陣陣的 師傅 沒錯 是真的 因為我們不說得少 我們做之前的準備功夫也很多 也真的很靠我們剛才所說的 白宮 我們很靠這個大白宮 因為白宮 白宮 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會傳統稱呼做大白宮 但其實在外地那些 馬拉雅那些地方 就會稱呼大白宮 就是屬於黑無常 但其實我們不是的 我們是說真正福德子宮那個 我們是由他親自帶我們去地府 就是讓他找到的爸爸 是的 當他找到他的爸爸之下 最初我記得他是很辛苦的 是的 沒錯 因為他是在枉死城找到 是的 在地府找不到的爸爸 地獄也找不到的爸爸 我們去枉死城就找到了 他說話的時候 是一個一個字很辛苦地說出來 是的 在那裡哭 其實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其實因為大家剛才都聽到 凡是枉死都要落枉死城到 就是受苦 是的 那他原來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燒 就是用炭放進口裡 是的 就是那個懲罰性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不想他再提這件事 是的 但是我們那一刻是感受得到 因為他自己都覺得不值得 他用盡任何方法都要逐個字 單音抖出來 終於我們聽了很久 他說了一個人名出來 沒錯 他說了一個人名出來 然後我們不認識那個人 是的 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有些親戚朋友是這個名字 我們一聽完之後 我們一看過去他的家人 我們現在師兄弟的家人 他們全部人同一時間是抖頭 他們已經知道是誰 知道是誰 是的 當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當然跟他們說 你嘗試跟上面的部門說 看看會不會查得到 當然他們開始有了目標 整件事很快就抓到兇手 沒錯 還有一件事 他們其實當時最特別是 因為他媽媽本身跟他爸爸 已經離開很多年了 他爸爸就去了大陸生活 沒錯 很少回到香港 他會認為他爸爸應該在香港 沒有任何資產 但是他當天去到枉死城 他還有一個收穫 就是他爸爸告訴他 其實我香港有幾間銀行 還有一部分的資產在 你們去拿回來 他們聽到之後 立即去銀行檢查 原來香港還有幾間銀行 爸爸就有部分的資產在 他們都申請可以拿回來 他們做兒子 沒錯 所以就變成了 這些真確性 反而真的會幫到人 就不會這麼有空去看看 有時間去台灣去泰國 師傅去地府做甚麼 有些人是好奇的 而且也有些師傅 聲稱可以帶人去遊地府 但是是不是真的 大家自己的觀眾 觀眾自己判斷 這個見仁見智 我看他見過 不過我不相信 不過我覺得 沒辦法 這個世界很多人需要賺錢 他用了方法 因為人有好奇心 突然有個陰間糧團 或者我現在不是太多錢 我負擔得起就試一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未必人是 你也去試過? 我沒有試過 我覺得所謂陰間糧團 我看電影看過 我的感覺未必是對的 這是我個人猜測 我覺得一百人坐在那裡 好像綁住眼 一百人在那裡 一百人在那裡 我覺得是一個集體催眠 集體催眠 當中有一兩個 進入了催眠狀態之後 你就以為到地面看到的東西 沒錯 這是我的感覺 因為人有些意志各個不同 有些意志力強 他就說甚麼都看不到 是 有些人會說 那為甚麼有些看到 有些看不到 如果有催眠 他全部都吹光 但其實每一個人的意志力不同 沒錯 等於我們徒弟 有些請到同身 有些請不到同身 為甚麼呢 如果意志力比較強 可能他比較難 會令第三種的力量去侵入 就算真的催眠也好 催眠治療也好 催眠甚麼也好 醫治力強的人 是比較難做得到的 沒錯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就跟大家分析過 地苦地獄和枉死城 這三種 但其實內裡 還有很多很多 都挺有趣的東西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因為今天時間 就差不多 那我們留下一次 看看 未必一定會下一集 立即講的 我們可以再 或者試一下安排 盡快 會和大家再繼續做這個續集 探討這個問題 是的 再講的 那今天時間就到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原來有恩的 拜拜